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抽血方式是在手臂绑上止血带 限制静脉血液回流 偶尔医护人员会在静脉上轻压几次 以确认静脉路径 接着擦拭酒精 然后将针筒插入血管中 而VBUT装超声波彩色多普勒成像 采用红外线和超声波成像技术 使采取过程稳准不狠 它的模样就像一台隧道式血压机 把你的小胳膊放上去 冲击的锈套会收缩 将手臂固定住并压缩血流 随后机器会以红外线相机照射手肘内侧 自动确定最终的插入位置 针头进入身体后 机器就会调整针头并插入到准确的位置和深度 听上去是不是有些繁琐 事实上整个流程大概只花一分钟 而医护人员唯一要做的就是更换收集血液的试管 此外这款机器人还具备静脉注射功能 目前VBUT已经能够有83%的概率找对那根血管 这和抽搐的医生的概率是相同的 研发他的公司称 希望能在临床实验前将精确度提升到90% 这对护士们以及害怕扎扎的小伙伴来说 着实是一个不小的福音 你期待吗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